大家好,小丽今天分享美国各州别称之西弗吉尼亚州。 该州位于美国东部,顾名思义,位于弗吉尼亚州西部。 州旗上刻有日期,1863年6月20日,是西弗吉尼亚州加入美国的纪念日。 纵观20世纪,西弗吉尼亚州算是个摇摆州, 但是从2000年开始选的都是共和当人,所以算是个红色州。 今年川建国的得票率也是拜登的两倍。 其首辅为查尔斯顿,也是最大城市。 西弗吉尼亚州是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由当时的弗吉尼亚州所分裂出来的。 南北战争时,原本的弗吉尼亚州脱离联邦, 努力至相对不慎行的西弗吉尼亚州最终脱离弗吉尼亚州成为美国第35个州。 图片上米色、紫色和红色的部分是今天的弗吉尼亚州, 而红色的部分是西弗吉尼亚州。 该州盛产煤矿,采矿历史悠久,并曾发生过多起工会运动事件, 是美国煤矿室的重要地点。 此外,该州有一个叫Wellton的镇,非常特别, 位于西弗吉尼亚州北部的尖角处, 是美国唯一一个同时和两个州有交界的地方, 左邻俄亥俄州,右邻宾夕法尼亚州。 西弗吉尼亚州的座名别称为山巒之州, The Mountain State。 在周旗下方的红色缎带, 习有该州隔岩,山上的居民永远是自由的。 是因为西弗吉尼亚州有阿巴拉契亚山脉重要的一段 阿勒格尼山脉。 右图中圈出部分为西弗吉尼亚州, 紫色部分就是阿勒格尼山脉, 粉色部分是阿勒格尼平原。 由此可见,覆盖面积相当之广。 。